前首长阿德南离世后犀鸟之乡的子民 今天迎来全新的时代 新当家拿督阿玛阿邦佐哈里带领的全新班底 正式走马上任 由阿邦佐哈里领导的一众州内阁成员 尽早在州元首敦泰义马目见证下宣誓就职 新首长透露他决定维持现有的州内阁班底 而他升任后所留下的第三副首长职位也暂时悬空 一般预料阿邦佐哈里将会在执政百天后才会进行州内阁改组 随着阿德南离世 这也意味着沙拉月即将迎来第一场州补选 选举委员会今天也敲定单容拿督州议席补选日期 提名日将落在下个月4号 而投票日则定在18号 提早投票日则是12号 竞选期长达14天 最新选民册显示 丹容拿督州议席共有9959名合格选民 当中9770亿人是普通选民 188人是军警人员和家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